我們今次讀經是讀到羅馬書八章二十節 其實本來是上個星期的 因為上個星期分享多 所以變成是今個星期才讀 剛剛這一段講到受造之物 我們中間很多人喜歡貓、狗、動物 這個經文是告訴我們 他們都會和我們一起分享永遠的榮耀 我們一起讀羅馬書八章二十節 因為受造之物伏在虛空之下 不是自己願意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核製 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嘆息勞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裡嘆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 乃是我們的身體得熟 這個經文說到萬物 受造之物都是伏在虛空之下 即是他們是無奈的 因為人類犯罪 結果那些動物都要在虛空之下 然後聖經就說 受造之物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 但其實原文是將會脫離敗壞的核製 這個翻譯是很有問題的 即是因為原文 大家有些說 我不會原文那怎麼辦呢 其實大家上網找 如果你想找 我曾經傳過的 在群組的 你想找問問我 我可以告訴你 它很特別就是有希臘文 舊日就是希伯來文 然後有英文 又有個數字的 那數字你就可以查到原文的意思 而這裏是將會 將會和指望不同 譬如說我指望希望將來會發達 但這裏是將來會脫離敗壞的核製 能夠享受 能夠享受我們的榮耀 我們自由的榮耀 即是說他們有份的 他們和我們有份 是能夠享受這個神移女自由的榮耀 我們一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起探飾勞苦直到如今 他們都是很辛苦的 他們很辛苦找東西吃的 不但如此 就是我們有聖靈初結果子 都是自己心裡探飾 等候得著神兒子的名分 就是我們身體能夠得熟的 有一天能夠得熟 由羅馬書八章三十五節 我們開始也會讀到這個經文 就是講到 沒有人能夠叫我們和基督的愛隔絕 我們一起讀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 是迫白嗎?是飢餓嗎? 是戚身露體嗎?是危險嗎? 是刀劍嗎?是經上所記 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 人看我們如將載的羊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 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這套寶羅說到沒有人、沒有東西 能夠叫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 包括患難、困苦 說到患難、困苦 我又想說說剛剛新聞 可能大家如果留意新聞 又說到一件事 就是以色列剛剛殺了真主黨的最高領袖 伊朗就說誓言一定會報復 我們看到因為他殺了最高領袖 所以這件事都很嚴重 也看到以色列的戰爭是難以停止的 而聖經講到末後日子 就是會有以色列的戰爭 所以這個患難可能我們都會面對的 還有我都在群組傳了 就是教皇發出一個訊息 其實他去不同的地方 他都說這個訊息 他說什麼呢? 他說那些不同宗教 全部都可以達到神那裡 這句說話真的很離譜 因為聖經講到 是除了耶穌以外別無拯救 因為天下仍間沒有事下別的命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但是其實在天主教他們的梵蒂岡第二個大會議 已經說了 就是說接受其他宗教都可以達到神那裡 而這個教皇只是把他以前 1965年他們的決定宣佈出來 那這個都可以是應驗 應驗聖經所說的大淫婦 就是說本來是親近神的 但是他將 好像什麼宗教都可以 什麼叫宗教 其實很多宗教 根本他就不是從神啟示而來 就變成了一個淫婦 就是說他會接受其他的偶像 這些所有的不同的 他們用人的方式去接觸神 這個其實是偶像來的 是邪靈來的 所以他會這樣做 可以應驗聖經的大淫婦的預言 還有剛剛昨天 如果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就是在維多利亞港 就有龍捲風 這個也是 好像天氣轉化變化得很快 一個世界末期 所以在世界末期 我們都會 將會見到很多患難 但是在患難中 沒有東西能夠叫我們 跟基督的愛隔絕 是神會保守的 我們信靠祂 神會保守的 靠著愛我們的主 在一切事上 已經得勝有餘 已經不用懼怕 然後我們讀羅馬書八章三十八節 因為我深信 無論是死是生是天是 是掌權的 是有能的 是現在的事 是將來的事 是高處的 是低處的 是必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這愛是在我們的主 基督耶穌女 就是無論是生是死 有一天真的可能會殉道 但是殉道 我們又不用怕 因為神與我們同在 聖經說 如果我們受迫伯的時候 聖靈會指教我們 如果我們真的會殉道 神一定會跟我們說話 所以 真的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就跟神溝通 神就會安慰你 祂說我和你一起 你很快就去到我那裡 或者不用怕 我待會會帶你出去 你會離開這個場地 你走過去沒有人知道的 可能神會用這個方法 所以我們知道 沒有東西 沒有困難 就算大災難 都不能夠叫我們 與基督的愛隔絕 好 我們這次繼續說 上次講的主題 建立熟靈的智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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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